我們現在要上的就是最喜歡考的內容 VT圖 因為你馬上就會知道 從VT圖上面我可以求兩件事情 我可以求加速度 我可以求位移 我們可以算出一堆有的沒有的 所以我們喜歡考VT圖 因為可以考的內容比較多 一樣 跟我們前面做的AT圖一樣 有那個需要算 有那個不需要算 看他要做什麼運動 不用算 比大小 原則上也 不用算 切切實實的算 我要請你算加速度 我要請你算位移 到我後面會告訴你 OK 第一個不要算 這什麼運動 現在速度一 然後速度一 接著還是一 永遠都是一 叫做等速度運動 等速度 沒有加速度 OK 好 這樣呢 這看起來要做經過一樣的時間 加速度是一樣的 對不對 增加量是一樣的 這是什麼運動 等加速度運動 那如果換一下變這樣呢 這什麼運動 它還是叫做等加速度運動 這個跟剛才什麼不一樣 等一下要問你 這個圖跟那個圖有什麼不一樣 我等一下要問你 那這樣呢 還是叫做等加速度 它跟最前面第一張圖什麼不一樣 也是我等一下要問你 這跟第二張圖有什麼不一樣 也是我等一下要問你 那這樣呢 還是叫做等加速度 可是它的加速度越來越小 前面講過了 如果你的速度越來越小 代表什麼意思 加速度跟速度 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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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從剛才的這些圖 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原來 原來 我的BT圖的直線代表就怎樣 加速度 如果我從頭到尾只有一條斜直線 就表示我在做什麼運動 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現在就可以有個感覺 我們當回還會再說 原來BT圖的直線就是加速度的意思 我從頭到尾只有一條斜直線 就表示我在做等加速度運動 不管它怎麼寫 向上寫 還是向下寫 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要什麼運動呢 這叫做好多的直線湊出來對不對 就表示有好多的加速度嘛 就所謂的非等加速度運動 或者是變加速度運動 這件事情原則上國中沒有 我們沒有注意這個問題 不知道 所以就看完就算了 這樣就是第一種題型 我不要你算 我要你看到圖形之後 知道他做什麼運動 知道什麼運動 是在靜止的 還是做等加速度的 還是怎樣的 這叫做不需要做計算 看圖說故事的 這件事情是最基本的 未來 甚至於在計算的題裡面 都需要用到這樣的想法 所以要請你能夠深切的了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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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